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1301 直接展现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无心是什么状态 如何才能够无心呢 其实你不必去想心 你会了就做做看 可是你们所谈的不动 只是理论 我叫你们做做看 你们都做不出来 你们学佛学很久了 你们只要愿意学 愿意听 你们是可以学得到理论的 但问题是 如果遇到明眼人 人家是不跟你讲理论的 他只是叫你做做看 这个概念很重要 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话 就会不知所措 我谈一个公案 有一个出家人 他住在一座山上 并在这座山上盖了一座 很雄伟的道场 后来 这一位老和尚要退休了 要找一个接班人 所以他就去找百丈禅师 希望百丈禅师 能选一个弟子 来当那座寺庙的住持和和尚 百丈禅师弟子很多 但华林是首座和尚 灵幼是点座 就是算管厨房的 当老和尚请百丈禅师推荐时 百丈禅师是推荐华林 还是推灵幼呢 因为这两个弟子的程度 百丈禅师知道 他属意的当然是灵幼 如果人们去道场 除了百丈禅师之外 当然会尊重首座和尚 而不会去理厨房的点座 因为道场人多嘴杂 百丈禅师的弟子听到之后 必然要说出去 当这件事情传到华林的耳中时 华林觉得很不舒服 就去找百丈禅师 他说师父 如果你叫灵幼去 我不服气 百丈禅师是个大彻大悟的人 当然智慧很高 他对华林说 很简单 我这里有一个木头做的镜瓶 你放在地上 如果你不可以喊它为镜瓶 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华林说 既然不可以叫镜瓶 也不应该叫做木头 这就是他的答案 百丈禅师让侍者去厨房 把灵幼叫来 他把同样的问题问了灵幼一遍 灵幼听完走过去 一脚就把镜瓶踢到 接着又回到了厨房 灵幼是什么境界 懂了 就做做看 百丈禅师是叫徒弟们说说看 我还透彻消息 我还透露消息 叫你做做看 我要讲的是 你要真懂 而非一直用文字解释 如果我叫一个同学 回答百丈禅师的问题 他大概会说 师父 静瓶非静瓶 世明静瓶 木头非木头 世明木头 静瓶和木头都是假名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我就是很讨厌人家这么说 但是你们爱读书的人 在论坛写了一大堆类似的理论 你们所学的都只是理论 总是在争执 斗嘴 而误道的人并非如此 吵老半天 你们在吵什么 灵又懂 所以 他按照他所误道的 直接展示出来 这个公案 可以有千百亿种解释 但是你解释的对不对 都不重要 哪怕你解释的很对 不误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谈的不是理论 否则六祖就不会骂神会 理论不是不对 而是当事可而止 你一定要跳脱 不要一直下去 不要对法贪得无厌 否则 你就真的走错路了 知道 你接着要切进去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指导黄龙 去知道自己本心本性 问候思维 你能够懂多少 就做多少吗 心平 何劳持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 生命中的遇见